正義也許遲到 但永遠不會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上一集我們講到台灣第一起隨機殺人案 殺人理由是多麼的讓人震驚 而今天我們來講第二起 再次出人命的無差別事件 而這件案件是台灣人所有人心中的痛 還間接促進了俄權團體的成立 因為他曾經向法官說 在台灣殺一兩個人不會判死 結果我們的法官真的實現了他的願望 接著就跟著老Z回到案發那一天 台南湯姆熊游一場 廁所經見男童遭歌喉慘死 休閒犯後在網咖呼呼大睡 嚇嚇台灣殺人不會判死 若被若往就要繼續殺 判決出爐家屬吶喊 司法失去正義 到底怎麼回事 來看志祺 曾文青隨機殺人案 為什麼要殺人 我們把時間退到2012年的12月1號 這個月有個全球性的大話題 就是瑪雅末日預言 倒數只剩半個多月 結果最後末日沒有發生 一名小男童卻先迎來了他的末日 因為在台南湯姆熊游一場 他被發現倒掛在南側 第三間廁所的血泊之中 發生命案的湯姆熊門口 拉起封鎖線 見識人員拿出一包包 採集的證物 一名十歲男童 陳氏在南側 脖子上有很多傷口 疑似遭到歷刃割喉 警方調閱監視器 凶嫌很可能是一名20多歲的男子 從影像中看到的是 那個嫌犯從廁所裡面出來 他倒在廁所平躺 全身都是屑 已經沒有動 我看到就很怕 就把他關掉 小男童的死狀非常淒慘 致命刀傷就在井頭脈 凶嫌明顯就是要一刀置他於死 而資者身份確認 是就讀當地國小五年級的方小弟 男童的母親到場 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眼睛都很可愛 死者媽媽結婚二號 抱著家屬痛哭失聲 實在難以接受 年僅十歲的兒子 竟然在遊藝場被人活活殺死 遊戲場一定要大人帶過去 那是正常的 不要一個小孩子自己帶過來 因為我就是要工作沒有辦法 沒有 小朋友平常會很乖 你跟我小孩是乖的 這天的早上八點方小弟找了同學來 湯姆熊一起打電玩三國戰計三 一個小時候就沉濕在南側 到底為什麼要殺害一個單純的男童 警方也百思不得其解 不過調出監視器後 很快就鎖定前犯 一號上午八點多 男子進入有一場觀察 九點十六分 他先向死者的同學搭訕 但對方不理會 他轉而向男童聊天 騙他說廁所裡面有遊戲卡 將男童引到廁所割喉殺害 兇嫌下手後兩分鐘內迅速離開 由於遊樂場內太吵 過程中都沒人察覺 直到十分鐘後 清潔婦人才發現男童 已經沉濕在廁所裡 平常在學校平性非常好 他很熱心服務 然後同學之間的人員也很好 然後是個很孝順的孩子 據老師還有同學在轉述是 假日的時候他們偶爾都會去 都會去就是那個地方 去打一打那個三國之類的 根據方小莉同學的說法 這名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 一開始就來搭訕他們說要來雙檔 沒想到竟然就是殺人兇手 而嫌犯幾乎也是大喇喇的犯案 騎車逃逸也沒有遮住車牌 警方巡線追到他 返回了台南市大新街的住處洗澡 接著竟然跑到網咖裡呼呼大睡 為什麼要殺人 你認識男童嗎 為什麼要殺人 為什麼 你認識嗎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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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識男童嗎 為什麼要殺人 太可惡了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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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小孩子 你也這樣要療口 為什麼你要殺人 他才11歲耶 你到底是為了什麼 29歲曾信嫌犯 陸網身材非常壯碩 但全招式安全帽跟手銬 被警方押回警局 怕一號勝五 射行在遊藝場 殺害一名十歲男童 陸網時態度異常冷靜 在某個遊樂場找到了真心協辦 真心協辦當時在玩丁玩 真心協辦 身上有起出疑似作案的瑞士道 初步他有承認殺害這個國小的學童 不到9小時 震驚全國的湯姆熊命案 迅速偵破 前半是29歲的曾文青 國小畢業 沒有前科 長期失業 重點是他跟方小弟一點關係也沒有 大家都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他為什麼要殺了方小弟 他因為長期的失業 想吃一輩子的免錢飯 所以才會隨機找小孩子下手 29歲的曾慶熊賢 國小畢業 因為工作不順遂 長期失業後 竟產生反社會人格 他曾上網查詢 以為殺一個小孩不會判死刑 竟然隨身攜帶折疊刀 還告訴警方 要是沒有被逮捕 還會多殺幾個 根本毫無人性 在台灣 殺一個人不會判死 這樣狂妄至極的言論 掀起了輿論沸騰 但就算想吃免費勞飯 別人犯罪難道不行嗎 他就說殺人罪比較重 失業沒錢 想要關久一點 就這樣一個荒唐的理由 方小弟成了無辜的刀下亡魂 男童的父母李毅 平常跟爸爸一起住 前一天晚上原本 要去找媽媽 卻因為下雨取消 讓男童父親非常懊悔 上次在警察局 哭了一兩個小時 沒有親自示棄自己的小孩子 真的不知道什麼是真的 真的那麼痛啊 我自己都 在懷疑自己後面 不知道什麼要做的 小孩子不在你的身邊 不知道怎麼辦 沒有辦法就是擋不聽啊 現在講什麼都沒有用了 小孩子走了就是走了 家屬來到方姓南童 死亡的廁所前招魂 看到現場還是滿步血跡 讓母親當場痛哭失聲 你 你 你 更令人哀傷的是 方小弟家庭狀況非常不好 父母早已離婚 每個月都只靠爸爸打零工 用微薄的收入來養家 連假日也得上班 所以方小弟才會到處趴趴趴 而他們家裡窮到什麼程度呢 就連替孩子辦後事 都有困難 我昨天添加三四百塊而已 一把三四百塊而已 那是我所要的錢啊 身上三百多塊是全部財產 來到南童家中 房間廚房凌亂 晚沒有洗 冰箱亂七八糟 父親擔任保全 又得照顧孩子 但是根本難以兼顧 不是錢不錢的 有時候是說 小孩子不在你的身邊 你要貪心啊 我就不會負責 我給他的 還有他媽媽 有時候給他的零用錢 都存起來 他都存起來 而資者方小弟非常早熟 直到爸爸賺錢辛苦 零用錢不能亂花 而學校也清楚他的狀況 不但幫他申請了許多補助 讓血渣費跟午餐費能減免 就連營養午餐吃剩的 也讓他打包回家 他認真念書 還擔任司法小志工 樂於助人跟同學的感情很好 這不幸的消息傳回了班上 大家是哭成一團 身穿紫色背心 個頭嬌小 站在前頭示範動作的 就是慘遭割喉殺害的十歲男童 當時他開心地跳著明天會更好 怎麼知道自己居然沒有明天 考慮我們的運氣 教你運氣帶人的運動會 但是希望你一路好走 我是很謝謝他 希望以後還能跟他做好運動 他是長輩老師嗎 那他永遠都是我的好朋友 同學們哭得好傷心 為方小弟在樹上洗黃絲帶祈福 送他最後一程 方小弟命案在社會掀起了熱議 一時間臉書連數死刑聲浪 以及遊樂場管理死角等問題 都成了公眾話題 但都只是亡羊補牢 不過來自各地的善心捐款 則是紛紛湧了進來 方小弟裡臨堂前 綁滿了祝福的卡片 紙客還有各界送來的玩具 還有人親自來慰問方爸爸的 感受到社會大眾的溫暖 還收到上百筆的小額捐款 方爸爸現在要大家 把錢給更需要的人 在這裡深深一舉功 感謝所有幫助我們的人 請大家不用再繼續 捐款給我們了 把愛心留給更需要的人 為七十幾歲的老爺爺 做了五六小時的客運 然後就為了要來看方爸爸的營業 然後獻上他一點點的愛心 臨堂除了祝福卡片 還放著方小弟生前最愛吃的素食 因為方爸爸說 已經很久沒帶兒子去吃了 這一點點的小心願 對他們來說已經無比奢侈 而方小弟再也吃不到了 在遊樂場慘遭歌喉身亡的 十歲男童上午出病 告別式會場上 同學送來各式各樣的玩具陪伴 臨堂前掛滿紙盒 男童的父親忍著淚 訴說無盡的感謝 遊樂場的負責人也來上香制衣 他會很高興 這個小孩子就是這樣 學校有一些運動員他喜歡參加的 所以說我也會過去 這是他的最後一次 校長已經把畢業證書頒給你 從今天開始 你已經是學長 有空回學校來要守護國小 並不是說因為遊樂場 才會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他隨機犯案真的很難去預防 蔡文青的惡行對當時的台灣社會 造成了嚴重衝擊 同樣也對他的原生家庭造成傷害 但很快在網路上 就有超過十萬人連署 希望能判他死刑 我覺得很奇怪 他跟廟罪都不反對 不反共 他故事是這樣 小人到現在都 他所了解是這樣 講解我們這句話 替大家都賣重心 兇險的父親說 十多年前離婚 獨立養大兒子 但兒子生氣孤僻沉默少言 幾年前就搬出去住 與家人很少聯絡 同樣出生單親家庭 無怨無仇 只為了吃牢飯 凶險殘忍殺害方小弟 除了判死 死囚犯的槍決也變得矚目 因為當時已經長達一年九個月 沒有死囚遭到槍決 而時任的法務部長曾永夫 就多次被問到 何時要再簽下死刑令 為了安定民心很快 在瑪雅預言末日 12月21號這一天 六名死囚走上了死刑場 暗夜槍響瑪雅末日 預言日這天 結束六名死囚罪孽一生 包括殘忍虐殺女同事的 高中特教老師曾思如 因為衝動到前妻家縱火 造成刺死的洪明聰 現行傷害女保險員 並肢解屈人肉的 姬生行師徒 陳金火 廣德強 以及殘酷奪走他人性命的 黃賢鎮 戴德穎 共六名死囚被槍決 任何人的生命 是不容遭受揮華剝奪 尤其是對手無寸鐵 固如生命的剝奪 惡性更為重大 隨著末日死囚的輔法 隔年一月 鄭文青就被以殺人罪起訴 並求處死刑 趕到一月十九號 拟起新北南童 王浩虐死案 出現劉金龍從一省判死 逆轉改判 有期徒刑三十年 這一波對司法的民怨跟不滿 累積到了最高點 是不是殺了人 只要有送他去醫院 就是良心沒有泯滅 他身上的傷 不注意構成他死亡 我想請問法官 如果這些傷在你身上 你覺得你會不會死亡 他才兩歲五個月 非常的囂張 到警察局 他也是一而再再而上的很囂張 他就說 台灣殺一個兩個都不會死刑 而且他還在網路看的 我要真的親眼看他 那個判決死刑的話 我們才會心安理的 2月1號 兩起被害人的家屬 到了司法院外 靜坐抗議 現場聚集了約五百多人 要求彈劾三名高院的法官下台 並改判劉金龍死刑 突然 突然是被害男童家屬 去年底男童在台南遊戶場 慘遭兇手割喉案 男童姑姑連夜北上聲援 就擔心這案件 讓當初嗆聲 在台灣殺人不會死的兇嫌曾文青 同樣躲過死刑 最後高等法院沒有死刑的話 他到最後又出來的話 那台灣不知道哪一個小孩子 又會被受害 眾叛兇手只是小菜 我們要的主菜是能夠 救活著的孩子 律師長已經應允我們了 在每年數以百萬劑的案件當中 難免少數法官審判的裁判 跟人民的期待有所落差 就這一方面而言 司法還有很大的改善的一個空間 2013年4月19號 法部為了行政院再度簽下了死刑令 槍決了包含陳樂卿在內的六名死窮 而此時曾文青幾乎感受到自己 將死的命運 開始做出逃避死刑的抗辯 曾慶嫌犯開庭 卻找來前女友作證 試圖要證明自己有精神疾病 鑑定結果認為被告於行為時 並無精神障礙或者是心智缺陷之情形 發生事情到現在 每一句道歉的話都沒有 那我們家手也有非常的重心 請求法官 法官大人能判他求死刑 一選判決前方小弟姑姑 曾在庭上跪求法官 希望能判處曾文青死刑 也到廟裡參拜 希望神明來主持公道 可惜事與願違 2013年7月30號 台南地獄做出一審判決 曾文青無期徒刑 理由不意外 可教化 生長的環境很封閉 導致於他今天這樣一個偏差的思想 所以還是有教化改過的可能 判處他無期徒刑 你覺得台灣的失法死掉了嗎 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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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死掉了 沒有正義 三家沒有小孩 高高坦出退殺小孩 死刑 這樣有堅定嗎 這是我們要的共同嗎 這是真相嗎 我不相信 死亡會把我們今天這個樣子 我真的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誰來幫我們 為什麼一直從頭到尾 都是站在兇手的那一邊 我看著這樣 風小弟姑姑 喊出了很多人心中的疑問 台灣的司法真的無法回應 被害的家屬那一份心中的期待嗎 死刑的存廢再度成了話題 而廢死聯盟成了眾矢之地 但上訴二審後 依舊還是無期徒刑 如果說這個小孩是你的因 法官你作何感想 你如果說殺了人 你想要到那個監獄裡面吃老飯 這是等於是讓他得逞 法官判這樣子的罪 真的是對家長來講 那種心情是情何以堪那 被告他之前有四次自殺未遂的記憶 我們認為被告在犯案行為當時 他辨識行為違法的這個能力 又顯著降低 希望是有一個嚇阻的作用 不要讓我們的社會 讓這些兇嫌 就是兇手所說的 在台灣殺一兩個人不會死刑 沒想到他不但毆打室友和管理員 甚至不洗澡也不洗頭 因此得了皮膚病 之後還不肯擦藥 最後是監獄管理員定期來打掃房間 還幫他洗頭洗澡 洗醫生來幫他擦藥才解決 所方感嘆這簡直就想服侍大爺 個人衛生習慣不是很好 有時候心情不好起來 他就幾天他就可能沒有洗澡 不善於跟人家互動 所以在互動的過程當中 就比較容易起衝突 相對於被害者家屬心痛 以及社會大眾的憤怒 鄭文青在煎熬內 似乎過得很愜意 而台灣此時卻彷彿瘟疫般 接二連山的發生重大病案 包含2014年5月 鄭傑隨機殺人案 2015年6月 龔崇安虐殺女童案 以及2016年3月 王景安歌喉小燈泡等等 短短七年間 包含黃富康事件 只有九人成了無辜冤魂 但2016年5月5號 鄭文青三審 維持無期徒刑定驗 醫療機構的鑑定 認為他有精神疾病 因此根據我們通過的兩公約 精神病犯或者是心理疾病的被告 不得處死刑或執行死刑 那何怡婷根據這個 就維持嚴審無期徒刑的判決 我不相信弟弟已經應該死的 他不應該死的 他胖他免死 那弟弟應該死的嗎 我問你這句句話就好了 千里何在 鑑定鑑定出來 說他有精神病 沒有錯 可是一當下 換那的時候是清楚的 真的 簡直比現在 國中年考作文還要爛 良心在哪裡 我說的 我真的覺得 你們真的良心在哪裡 將心比心 一個小孩子這麼冤死 沒有人家說 社會還給他一次機會 因為他自己也說 他還要繼續殺人 比他可憐的更多 那就要去我們台灣做壞事嗎 你這種的理由誰能接受 不會可恥嗎 嗆一下殺人不會判死 結果真的沒有判死 還要被害者家屬繳稅 去養這個殺他家人的惡人 這是台灣司法史上最大的諷刺 恐龍法官頓時成了流行語 這真的很荒謬 這一個很荒謬的理由 我想說他們這樣 我們敢說我們真的 我們台灣的國家 我們司法沒辦法在這裡 我沒有嗎 我真的不相信 我真的不相信 如果認為這種隨機殺人事件 有一個精神報告 就可以讓他免刑 或者讓他檢欺欺刑 我想這會引起公憤的 因為以後的嫌犯 只要他越會演戲 他越裝瘋賣賞 他可能就可以逃脫刑責 一定要這樣發生 這個好像在抽籤耶 哪一個小孩子 下次又被抽走 有人說刑法兩公約 遊戲規則就是這樣規定 或者根本沒有一個 統一的國家鑑定機構 導致精神鑑定多頭馬車 影響判決 但結局為何總是留下 可能可教化的殺人犯 而這些被害死者跟家屬 卻再也沒有可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歡迎有想法的小伙伴 在底下留言跟我討論 我是老Z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